各位好,我是泳商 今天呢,我們要來看的是我們屏東市國稅局旁邊的大觀印象的華夏 那我們今天看的這個華夏的外觀就是我後面的這一棟 那這一個華夏呢,它的建品有34坪 然後本案有附一個平面車位 我們先看的就是它的這個大樓的外觀 那我們就來看這一間房子囉 現在呢,我們出了這個電梯口 然後就往我們的房子的方向走 這邊這個回廊的寬度還蠻大的 那旁邊這邊是它的安全梯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間房子的裡面喔 首先呢,它一進來的規劃是一個客廳 它的客廳跟餐廳都是混在一起的 那這邊就是它的一個廚房 然後還有一個冰箱的空間 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陽台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陽台 現在的空間是蠻緊湊的 以小家庭來講的話 算是剛好 夠用的空間 那一共有三間房間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第一間 然後是它的公用的衛浴 然後是它的公用的衛浴 這邊又是它的第二間房間 這就是我們的主臥室 再來就是我們的主臥室 這個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還有一個單人的浴缸 那這邊就是它的窗鋪的位置 那今天呢 我們來看的是我們大觀印象的華夏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